耍浪漫 想结婚 来台北就对了 身穿水蓝色西装当宣传大使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期穿西装比例很高 但接下来几天可得天天注意服装仪容 周六就要出访美国 出发前接受广播专访 针对台湾同乡会提出的 拒绝接待九项理由主意反击 这个就是什么讲 当我空股力 2014年我毕竟还是跟民进党合作 打过选战 我发现他们就典型的提标签 那为什么他要发不接待声明 所以记者问了 我说奇怪 只有接待声明要发布 不接待声明要发布 是不是太奇怪了 面对立场偏绿的台湾同乡会 柯文哲每一句好话 而话风一转 谈到日前南下 探望前总统陈水扁 外界直指柯文哲有意参选总统 想要与陈水扁请议并取求支持 我以前也是他的支持者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20年前 我们也是那个编友会的 你只要讲到政治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阿编 他就跟你讲一大堆 他跟新潮流很远 我讲我 所以有时候看 你就看到这个实在是 柯文哲重申 与阿编警示疑并关系 不过外界好奇 从2018年选战起 柯文哲对于民进党内最大派系 敌意重重 是否间接受到陈水扁的影响 我们也不会一个人讲的 我们就去受到影响 这还是长期以来你的观察 我到现在为止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他们是国家的祸害 在呛派系是国家祸害 柯文哲与民进党心结未解 双方是要化解歧见 还是成为对手互相较劲 2020总统大选 柯文哲态度 成为左右选局的重要关键 欢迎新闻 令委续丁上城台北报导